关于价款 这个价款里面呢 讲了哪些内容啊 讲了这个价款约定不明如何处理 还简单的提例下黑白合同 那么今年变化比较大的就是欠负工程款和工程电资 那么根据明发点呢 和相关的内容有重大的一个变化 这两部分内容 那大家做真题是就跳过往年真题 和以前规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两部分呢 一定要找新的内容来学 而且这两部分是我们预测它高频出击的地方 就是大的几率要在这个地方出 因为是新增加的新修改的重要的一些内容 要重点来记 最后呢 谈了工程价款的优先收藏权 好 那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下 对于合同的重要条款 如果空缺该怎么处理 大家必然会认为说你合同里面那个条款都缺着 这个合同就无效 对不对啊 不对 合同无效呢 主要原因是严重违法才是无效 你缺条款呢 你不能直接认为无效 是一定要给双方当事人的一个重新的协商的机会 说你看这个控制的你们商量一下应该怎么约定 所以他处理空缺的第一 这个首要的啊 最优先推荐的就是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如果双方无法签订补充协议 那么要按照合同里面的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来确定啊 看一看合同里面有没有其他条款能够参照 或者呢 有没有这个行业有没有交易习惯啊 一般某些行业呢 有一些这个没有名门规定 但是约定俗成的叫做行规 你比方说啊 说你去通过中介租房子啊 那你说没有约定中介费谁出啊 那你说这个中介费谁出啊啊 啊这个呢 这个各地是不一样的 你像北京 他的没有任何规定 但是行规就是这样 如果是一个高端房产出租啊 没有约定的 那么中介费是出租房房主来出 如果是一般的我们的房屋呢 是什么呀 成租房来出啊 你说这是谁规定的呀 没有规定 但是行规啊 如果你既没有其他条款能够参照 也没有交易习惯 那么就按照合同法的原则执行 那么现在就是民法典合同篇啊 所以你可以就直接说 合同法规的相关内容来执行 这个原则注意 不是最优的一个方式 而是最无可奈何的方式 你实在解决不了了 那我不能让它是作为一个无效合同 我只能按照合同法的这个规则来执行啊 这是我们处理的一个三步曲 好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 如果在合同中价款约定不明啊 价款约定不明怎么处理呢 要分两类商品 如果它属于执行市场价的商品 我们叫做一般商品 一般商品如果约定不明的 按照定例合同时的旅行地的市场价格来执行 大家把两个定义记住 定例合同时旅行地的市场价格啊 好 另外一类呢 执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商品 这类怎么处理呢 我们在我们第四章的第三节买卖合同里面去详述 这里面呢 大家只简单知道一下 它分两类就OK了 后面呢 会专门的去讲 好那么如果对旅行期限不明确的 债务人可以随时旅行 债权人也可以随时呢 要求旅行 但是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好接下来关于合同计价模式的确定啊 我们主要有三种计价模式 单价合同 总价合同和 成本加筹筹合同 那么什么时候用单价合同呢 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工程 也就是量不确定的工程 都是用单价合同 那么总价合同 适用于规模较小的 技术难度较低的工期短的工程 而成本加筹筋合同 适用的是强险救灾的紧急工程 以及施工技术 特别复杂的工程 这个内容呢 其实在工程经济那边课里面 也会有到啊 所以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好 下面关于黑白合同 黑白合同呢 也叫做阴阳合同 指的是有两个合同的存在 这个阳合同白合同 就是根据正规的招投标流程呢 所签订的中标的一个价格 这个合同呢 要在政府的有关部门 进行备案的合同 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法律认可的合同 而阴合同和黑合同 就是双方背离中标价格之外 另行签订的合同 那为什么会有阴合同的存在 因为在整个招标和这个投标过程里面 那个投标人中标人 他属于弱势群体 他往往迫于某种压力 说甲方要求你 你必须呢 比那个中标价要低 否则我就不好好跟你签合同 那么他为了获得这个 这个合同呢 他只能呢 另行再签一个价格比较低的合同 那么这个两个合同存在的情况下 那么阳合同白合同是 法律认可的合同 而阴合同黑合同呢 是无效合同 那么双方呢 两个合同有矛盾的 应该以备案的中标合同 也就是白合同洋合同呢 作为呢 结算的依据啊 这个很简单 好 下面看13年的整体 以施工单位通过招标程序 中标了甲开发公司的一个施工项目 签约前甲要求让利5% 否则不签施工合同 后双方按照中标价签订了备案的合同 同时签订了让利5%的补充协议 俊工结算时假按让利协议扣减结算总价的5% 以以自己亏损为由不同意让利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呢按中标价来结算 那么下面说法中正确的是 这个题就是典型的阴阳合同 那么备案的合同是阳合同 而让利5%的那个协议就是阴合同 两者矛盾是应该以备案的合同的作为呢 结算的依据 所以看A应该以呢备案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 阳合同为准 对 B该补充协议属于可撤销合同 不是可撤销合同 阴阳合同的那个阴合同是无效合同 不是可撤销 C应该以补充协议作为结算工程款的依据 不对 是这个备案的合同 那么D以方行为构成合同违约 这个不是违约 还是按照这个结算的 按照阳合同来进行结算 那个是无效的 就不所谓违约 所以正确的是A选项 好 下面呢还有一个小的支点 我们要注意 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 订立数份施工合同均无效 你签了好几份合同 而这几份合同的都无效 但建设工程的质量合格 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呢 有关结算呢 他做了司法解释 你有多份合同 但是没有一份合同是有效的 但是这个工程呢 完成之后 质量还是合格的 那么怎么去结算呢 第一种 参照实际旅行的合同结算 你按照哪个旅行 按哪个结算 这是可以的 法院是亦以支持的 第二个 参照最后签订的合同来结算的 如果实际旅行合同难以确定的 那么当事人说 就按照最后签的那个合同来履行 法院也是支持的 第三个呢 按招标文件 投标文件 中标通知书来结算 他不按合同来结算 这是什么情况呢 当事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与招标文件 投标文件 中标通知书中 载明的工程范围 建设工期 工程质量 工程价款不一致的 一方当事人请求 将招标文件 投标文件 中标通知书 作为结算工程价款 依据的法院应有支持 他的意思就是 你合同里面签的 理论上应该和 投标文件 中标通知书里面的 主要条款是一致的 但他签的却不一样 那么合同是一个规定 而投标文件 中标通知书 也有不同的规定 那么当事人请求说 我不按合同执行 我按投标文件 和中标通知书来结算 可不可以啊 可以法院也是予以支持的 这是讲了三种特殊情况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2021年重大修改的地方 关于欠付工程款的 利息的支付 今年呢我们预计 他出息几率是很高的 新改的地方 而且是很重要的内容 来看规定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 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 应当支付逾期利息 这个呢他明确了 大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去欠那个小企业 钱的时候呢 要支付逾期利息 这个体现了对中小企业的保护 机关事业单位 从中小企业采购 应当呢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制起的 30天内支付款项 另有约定的最长不能超过60天 啊 也就一般情况下 你从中小企业买东西呢 你付款就一般的是 是在30日内支付 最长的不超过60天啊 接下来看逾期利息怎么来确定 双方对逾期利率的利息有约定的 约定利率不得低于合同定利 是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这个规定和以往是完全不一样的 注意他呢 从其约定 但是有下限 就是你呢 你可以约定的高一点 这个无所谓 但是不能低于一年期贷款利率 这体现了对中小企业的一个保护啊 不能低于定利合同时的一年期贷款利率 报价 那么对逾期利率未做约定的 按照每日利率万分之五来支付逾期利息 利息呢 是从应付工程款之旗迹 这就是约定时怎么处理 没有决定时又这么处理 重要出几点 大家要记下来啊 完全不一样的修改的地方啊 下面就关于这个 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工程款 从有约定的从计约定啊 从约定制开始计 那么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 分三种情况啊 三种情况 第一种建设工程已经实际交付的 为交付之日 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 那么提交竣工 注意他不是提交竣工 验收文件 是提交竣工 什么呀 结算文件啊 结算文件之日 如果建设工程没有交付 工程款也没有结算的 为当事人起诉之日啊 起诉之日 这个知识点 单独来看也没啥难的 就是三种情况 但是大家想想和哪个知识点 是一混啊 来对比一下 和和什么呀 实际竣工日确定的三种情况 是特别容易混的啊 分别都是三种啊 所以考试的时候呢 如果你在平时学习的时候 没有认真的做对比变析 你没有放到一块来比 你反正两个地方 我都画了重点 都看了 好像都会了 但是真正一到考场 让女后发现 怎么五个选项 怎么A也对 B也对 C也对 D也对 五个都对 你就不知道该选什么 为啥呢 这就是考议混点 所以我们对于议混点 一定要放到一块来进行对比 来大家看一下 左面是实际竣工日的确定 它是看什么呀 注意看竣工验收 验收 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合格的是 竣工验收合格日 那么承包人呢 提交竣工验收报告 甲方拖延验收的 还是以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制 为竣工日 没有竣工验收的 发报人擅自使用的 以转移占有日为竣工日 这是三种情况 总之 它是看竣工验收 以及什么呀 转移 就是这个擅自使用 第二个呢 刚刚说的 哪一天算应付工程款呢 应付工程款之日 看实际交付和结算 实际交付结算 实际交付的 我们不是看它验收合不合格 是看它交不交付 交付的为交付之日 好 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 注意结算文件之日 既没有交付 也没有提交结算文件 是当事人起诉之日 所以一定要对比 要分清楚 要认真的来记下来 这是一个异魂点 好 下面看 18年真题 某施工合同约定 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后 两个月内 结清所有工程款 2017年9月1日 工程呢 通过竣工验收 但直到2017年9月20日呢 施工企业将工程移交建设单位 之后建设单位一直为支付工程余款 2018年5月1日 施工企业将建设单位起诉至人民法院 要求其支付工程欠款以及利息 那么利息的起算制是哪一天啊 利息起算制是不是上来就按这三条来算呢 不是我们所说的一定是有约定从去约定 没有约定的才分这三种情况 那么大家看看这道题里面有没有约定啊 哪一天是应付工程款之日呢 其实你好好看是有的 他说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后的两个月内结清 9月1号通过竣工验收 也就是双方约定是在啊 11月1号之前结清工程款 那么你如果呢 11月1号之前没有结清 从11月2号开始就开始算利息了啊 这是有约定时候的一个处理 所以选的是2017年的11月2号 你看这道题后面告诉了好多时间 什么移交啦啊 什么竣工啦 但是我们还是找那个最最初的那个 有约定都要重新约定 没有约定的才分三种情况来予以确定啊 那么本题呢选的是答案D 好接下来关于建设工程的电资问题 代资承包问题 注意这个地方同样2021年有重大修改 重大修改呢 其实可以看出相当于把电资给放开了啊 因为以前明确呢 这个住建部的部门规章呢 规定这个是不允许电资的 相当于电资是违规的 虽然不违法但是违规的 但是现在呢 其实他只是强调政府投资项目 不能有事工单位电资啊 政府投资的你不能电资 但是非政府投资项目呢 其实现在已经不做限制了 你愿意电啊 你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 啊这个市场行为嘛 你可以电啊 而且他对利息的规定也是不一样的 当事人对电资和电资利息有约定的 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支付电资及其利息的 应与支持啊 大家看啊 如果你约定的利率比那个贷款利率高可不可以啊 可以 他有没有下限啊 没下限啊 你可以比那个一年期贷款利率低 有没有上限啊 其实也没有说上限 所以他把电资这个事啊 交给了市场 就是你们 承包人 承包人 你们想协商啊 你们觉得怎么合适就合适 你有约定的 我是同级约定的啊 没有上下限的 一个限制 如果当事人对电资没有约定 就是你的约定里面就没出现电资两个事 只是说假方不给钱 那么这个是按照工程欠款来处理的 哎 大家呢 把这个要记住 相当于把电资给放开了啊 有约定是从其约定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在施工合同中 当事人对电资利息有约定的该怎么做呀 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有没有上限下限的要求啊 没有啊 他说不能超过一年期贷款利率啊 不对 不能低于一年期贷款利率 不对 你说这个C不能低于一年期贷款利率 是什么的规定啊 想想 是欠付工程款 利息有约定的从续约定 但是有下限 不能低于一年期贷款利率 那是欠付工程款 但对于电资 现在相当已经放开了 我们不管你的约定多少 你们约定就可以从其约定 所以选的是A 第一呢 按欠付工程款处理呢 一定是对电资没有约定时 就根本没说电资这个事呢 我就不认为他是电资 就认为是欠付工程款 本题选的是A选项 好 再看这道题 在施工合同中 当事人对电资未做决定的 对电资未做决定的 不认为电资就认为欠付工程款 选的是D 这道题大家要既扎实了 这个题看来就能选出来 但如果你不会做 你去对比ABCD 你发现特别有疑惑性 是按一年期贷款利率计 还是本金给不给啊 利息给不给啊 那给不给啊 给按欠付工程款来处理 那欠付工程款的 利息有约定的从去约定 没有约定这个 但是不能低于一年期贷款利率 没有约定的按什么呀 每天万分之五 所以这两个地方 都是今年重大修改的 大家一定要拿到分啊 一定要记准 好 接下来关于建设工程的 价款的优先收藏 这个优先指的是什么呢 一个项目啊 他呢 可能欠着施工单位承包商的工程款 那么这个项目 很有可能向银行去办理了 开发贷抵押贷款 所以这个项目 既欠施工单位的工程款 又欠着银行的贷款 那么你说他要还钱的时候 要还谁啊 有没有先后顺序啊 有先后顺序啊 顺序就是先还施工合同里面的 那个欠付工程款 然后再去还银行的抵押贷款啊 因此承包商的工程款是优先收藏的啊 但是注意呢 他有规定说装饰装修工程的承包人 请求就该装饰装修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格 优先收藏的法院应语支持 但是装饰装修工程的发包人 不是该建筑物的所有人的除外啊 这句话有点意思 啥意思啊 就是如果你这个项目呢 是甲方发包的啊 那我什么呀 我可以优先收藏 要求你甲方先给我工程款 然后什么呀 再给银行款 但如果呢 这个装饰装修工程发包人 比方他是总包发包的 就根本不是发包人发包的 那你就不能要求总包还 所以我们所说的优先收藏 是针对甲方付钱的时候 那么是优先还施工单位的 所以他说的是一定要是什么呀 发包人呢 是这个呃 工程的发包人呢 是建筑物的所有人才可以 如果不是的话就除外啊 就是这个意思 一定是甲方呢 要优先给工程款 然后再给银行开发贷啊 指的是甲方 好 那么优先收藏的范围 是依据呢 这个规定的建设工程的价款范围 这个价款范围 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正常的人工材料机械 也就是直接工程款的部分 不属于优先收藏的范围是 逾期支付工程价款的利息 违约金和损害赔偿金 这个大家记住啊 我只支付你 这个应付的工程款的部分是优先的 但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这个不优先 他和这个开发商的抵押贷款呢 开发贷呢 是作为同一顺序呢 按比例来清偿的啊 这是优先收藏问题 好 那么接下来关于优先收藏的期限 那么甲方要还施工单位的工程款 要比那个开发大要优先 这个权利不是一直有的 它的期限呢 是六个月啊 在六个月内 承包商呢 有优先收藏权 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工程价款之日 你应该付 但是你没付 六个月内 那么施工单位赶紧去起诉 或者去处理 因为在六个月内 你优先收藏 如果你过了这六个月 再去主张权利的话 你和银行是同一序列的一个债权人 没有优先权 好 下面有一句话 发包人和承包人约定 放弃或限制工程价款优先收藏的 损害建筑工人利益的 发包人根据该约定主张 承包人不想有优先收藏权的 法律不予支持 啥意思啊 本来你施工单位有优先收藏权 你比银行要优先还款 但是他却和甲方约定 说我放弃优先收藏权 我就做活雷锋 我不要这个权利 我不提前来还 但是你这么约定 你是做了好人了 但是你拿不到钱的话 那么你损害了建筑工人的利益 你放弃了权利 倒霉的是建筑工人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放弃是无效的 因为你放弃是损害别人利益的 你就得优先去怎么样 主张这个优先的一个权利 然后偿付建筑工人的这个工资之类的 所以约定放弃 如果损害工人利益的是无效的 好下面我们来看题 下列款项中属于承包人行使建筑工程价款优先收藏权 应当包含内容的有 A发包人欠付工程价款的利息部分 利息优先收藏吗 不优先收藏 优先收藏的是应付工程款的人工材料机械的 这个直接付费的部分 那么利息违约金和损害配偿金是不优先的 B承包人施工人员的工资 这个优先 C承包人实际支付的建筑物的购配件材料 人才这个物 工料机 人工材料机械 这是这个这个材料 但D承包人的损害配偿金会优先 E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产生的损失 这三类利息违约金和损害配偿金是不优先收藏的 所以呢 选的是这个呃 包含的就是什么呀 B和C两项 好 继续来看题 根据资光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缝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关于解决工程价款结算争议的说法 正确的是 A欠付工程款的利息是从当事人起诉至起算吗 你想想啊 欠付工程款的利息是从应付工程款之日 应付工程款呢 有约定的同学约定 没有约定的分三种情况 而起诉呢 是第三种 也就是它是最后一种情况 而不是说一欠付就从起诉之日 啊 他是以偏太盖权了 啊 A不对 再看B 当事人约定电资利息 承包人请就按照约定支付利息的应与支持啊 电资的目前已经放开了电资的规定 有约定的从举约定 也没有上下线的要求啊 B是对的 C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受传权的期限 自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奇迹 啊 这个优先受传权的期限是六个月 是自什么呀 应付工程款之日啊 从你应该付却没有付 而不是他转移占有之日 这个这个不对啊 排除掉 D当事人对欠付工程款利息的 寄付标准没有约定的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同期同类的贷款利息来寄息啊 欠付工程款利息有约定的 从期约定 但是有下限 不能低于一年期贷款利率 但如果对利率呢 没有约定的按照每天万分之五来寄 所以你看D就是混淆概念的啊 这个地方呢 这道题选的是B 要求大家头脑一定要清醒 你通过多做题呢 就把这个欠付工程款 和电子的内容要记得特别特别清 这是重要的一个出题点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赔偿损失啊 赔偿损失的内涵是什么呢 啊 赔偿损失是合同委员方 违反合同义务所产生的责任 赔偿损失具有补偿性 是强制违约方给非违约方 所受损失的一种补偿啊 就说他不是为了惩罚那个违约方 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补偿那个非违约方的 由此遭受的损失 接下来赔偿损失具有一定的任意性 这个任意性指的是双方可以约定具体的赔偿损失的数额 也可以约定呢 我怎么算这个损失 这个方法呢 也可以啊 赔偿损失 以赔偿非违约方实际遭受的全部损失为原则 就是补偿损原则 给对方带来多少损失就赔多少 要全额的去补偿 好 下面关于承担赔偿损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有四个要件 第一个具有违约行为 第二个造成损失后果 违约行为与财商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 因为违约所以造成损失啊 违约人有过错或者虽无过错 但是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啊 有的时候是有过错 有的时候是没有过错的 但是也要承担无过错责任啊 你像我们说啊 有这个由于不可抗力违约 甲方要承担责任啊 那你说甲方有过错吗 没有过错 但是根据法律的规定 说某些损失就是甲方来单 这就是法律的规定 好 下面关于赔偿损失的范围啊 赔偿损失的范围呢 既包括直接损失又包括间接损失 所谓直接损失指的是 财产上的直接减少啊 而间接损失呢 只失去的可以预期取得的利益 也就是利润部分也要赔啊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个例子 假如说啊 你去超市不小心打碎一个鸡蛋 当然这个就不能叫违约了啊 你可以同样来理解 你给这个超市带来损失 那你要赔的话是赔多少钱 这个鸡蛋净价是七毛钱 售价是一块钱 那你说你是赔七毛还是赔一块 大家一想就应该赔一块啊 为啥呀 假如你不打碎人家这个鸡蛋 人家这个鸡蛋可以正常的卖出去 就可以获得三毛钱的利润 由于你打碎了啊 那么给人家的损失不仅仅是七毛钱的 竞价的部分 那么他这三毛钱也赚不到了 这就是他失去的可以预期获得的利润 所以既要赔成本部分直接减少 也要赔什么呀 利润部分啊 两个部分呢都要进行赔偿啊 这是他的一个原理理解就可以 第二个赔偿损失的一个数额 那赔多少呢啊 赔偿损失呢应该相当于应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包括合同旅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啊 但是不能超过违反合同一方 经历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损失 如果损害时不可预见的 则违约方不应赔偿 这个叫做可预见经原则 你赔这个利润啊 利润或者赔损失呢 一定是这个签合同的时候啊 那个违约方的能够预见到的一个损失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同样不去追究法理 我们举例子 说假如呢 某位先生他要打低去首途机场 然后搭飞机呢 去某地去签合同 条款都已经签好了 你只要按时到达那个地方 就能够签下合同 签了这个合同 他必然会获得利润十万元啊 但是这位先生打车呢 打到一个出租车司机是一个新手 他迷路了 开车技术也不高啊 然后绕来绕去呢 哎 然后最后呢 迷路之后呢 当他到达首途机场的时候呢 飞机已经起飞 而且都无法改签了啊 也就是不能按时到达签约场所 就签不了这个合同 就损失了十万块钱啊 那么在追究责任的时候 这个先生能否要求司机呢 说让他赔十万块钱呢 按照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内容 说你把这个运输啊 客运是为一种合同 这也是一种合同 你违约了 你没有把我按时呢 送到首途机场啊 那么你赔偿损失 就要既赔我的直接损失 也要赔什么呀 我可以预期获得的利润 就是那十万块钱 如果你没有违约 按时到达的话 我一定能获得十万块钱 由于你的问题给迷路了 最后导致我损失了十万 那么要能不能要司机赔十万块钱呢 大家肯定说 这好像没道理 不应该赔 那为啥不应该赔呢 你只是觉得数额太大了 好像不应该赔 他那个出租车 那个车才值多少钱 你赔十万块钱 他拿什么赔啊 但其实你想道理呢 是怎么想呢 你说那个出租车司机搭载你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说 一旦无法按时的赶到那个机场 他损失就是十万元呢 不知道 因为你上车是没有告诉他 那如果你上车时告诉他说 你必须呢 几点之前把我送到 如果你迟的话 要损失十万块钱 你看那个司机敢不敢载你 他说我这个车才不够十万块钱 我还冒这个风险吗 我就不载你 所以这个呢 上面的那个案例就告诉我们呢 虽然要赔偿损失 但是赔不能赔什么呀 十万块钱 因为这十万块钱 对司机来说 违约方来说 是他在签订合同时 也就是搭乘乘客时 他不能够预见到的合理的一个损失 那么就不赔 这是他的一个内涵 大家记例子就解决了 好 接下来再看 在合同中 如果约定的违约金高于或者低于实际损失时 该如何去处理 那么赔偿损失的主要形式是法定赔偿损失 原则上的约定赔偿损失优于法定赔偿损失 只要有约定的先从去约定 那么没有约定的参照法律的规定来赔偿 那如果双方在约定时 你约定时肯定不知道以后具体会有什么情况 你不可能精准的预测到会产生哪些损失 那么你约定的违约金就有可能高于或者是低于实际损失 能否要求调整呢 可以还是一个原则补偿净原则 那么约定违约金低于实际损失的 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呢 予以增加 约定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 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呢 予以适当的减少 注意低的时候是可以去提高的 但是高的时候呢 过分高于啊 过分高于 有过分的时候 那至于怎么就算过分达到多少比例呢 我们其实没有提 你不用管 你只要知道有过分高于实 是可以要求适当减少 像谁要求啊 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 好 接下来我们强调一下 对于违约方要赔偿损失 那么对于非违约方 没有违约的那方 他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义务呢 不是 他有一个重要的义务叫做减损义务 当事人一方违约后 对方也就是非违约方 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 防止损失扩大 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 合理费用啊 合理费用是由 违约方来承担的 如果呢 这个非违约方 未采取措施 致使损失扩大的 不得就扩大的损失 要求赔偿 我们举个例子啊 来案例形象理解 说施工单位向水泥厂订购五吨水泥 水泥厂挫发了其他标号的水泥 并卸置施工现场 大家说在施工单位和水泥厂 这两个主体之间 谁是违约方啊 那肯定是水泥厂 他把水泥标号给送错了 施工单位是非违约方 他没有违约 但是如果这个水泥呢 卸到了施工现场啊 这个时候忽然天要降大雨 那么作为非违约方的施工单位 就应该呢 将水泥呢 先搬到仓库里面去保管 你不能有这样的想法说 反正不是我要的啊 不是我要的标号 那就违约的也不是我 跟我没有关系 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先把水泥搬到仓库里面去保管 那么所发生的搬运费和保管费 由谁承担啊 谁违约谁承担啊 这些费用应该由水泥厂来承担 但是如果你没有理他 让谁把水泥给这个淋坏了 不能用硬化了 这个损失谁承担 注意不是说非违约方一定承担 我们表述为不能就扩大的损失啊 你不能要求赔偿啊 就是你那个你你没有进到减损义务 那么你施工单位就不能再去要求赔偿 当然一般情况下他也不要求赔偿啊 那么这个谁承担 其实还是说水泥厂谁送错了 谁承担 但是表述为我就要求呢 非违约方是应该减进到减损义务 你没有进到以后有啥事了 扩大部分的损失你是不能要求赔偿的啊 他并没有说谁来赔偿 但是说你非违约方你不能要求赔偿啊 扩大部分不能要求赔偿 好 那么这道题里面最容易考的就是考我们 那个保管费和这个搬任费谁出啊 谁违约谁来出啊 这就是减损义务 好 下面看18年的真体 某工程施工中某水泥厂为施工企业供应水泥 食盐交货一周 食盐交货导致施工企业每天损失0.4万元 第一天晚上施工企业为减少损失 采取紧急措施共花了1万元 使剩余6天共损失0.7万元 那么水泥厂因违约应该向施工企业赔偿的损失是多少 到底赔多少钱呢 这个其实考的就是补偿进原则 你由于违约给对方 也就是给施工单位呢 这个带来多少损失就应该赔多少补偿进原则 那么大家算一下这个施工单位呢 他呢损失了多少啊 食盐交货一周 首先他说呢 每天损失0.4万元 注意这句话 第一天晚上 第一天晚上施工单位为减少损失 采取措施花了1万元 那问大家第一天的损失他发生了没有啊 发生了 这一天是你来不及这个采取措施的 所以这一天的损失发生了0.4万元 然后第一天晚上你采取这个措施呢 花费了1万元 这1万元也是你为了减少损失合情合理的支出 也应该得到补偿啊 然后是剩余6天共损失了1.7万元 这0.7万元也是损失的 只不过比原来每天0.4呢 说6天的2万4要少的多是这个划算的啊 但是这0.7也是实际发生了损失要被补偿的 那么加起来等于多少啊 2.1万元 所以这道题呢 其实考的就是那个补偿性原则的内涵 给对方带来多少损失就要赔多少啊 包括他呢 为了减少损失的合理支出的部分呢 也是呢 作为补偿的范围啊 本题呢 选的是C选项 好 我们继续来看题 关于建设工程合同一方委约后 另一方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接到委约方的通知后 守约方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 对不对啊 对 守约方 非委约方呢 他有一个减损的义务 采取措施呢 防止损失扩大 A是对的 B守约方没有采取适当措施 这是损失扩大的 可以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啊 你没有进到减损义务 你就不能再提什么要求 不能要求呢 对扩大部分的要求赔偿啊 B不对 C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由自己承担 这个讲理嘛 谁违约 谁要承担责任啊 应该由违约方来承担 而不是用那个什么呀 这个当事人 这个守约方他来承担 啊 C不对 B未接到违约方的通知 守约方无需采取措施 防止损失扩大 啊 这个不对 无论他通不通知 当然对于违约方的应该尽到通知的义务 但是无论他通不通知 你只要知道了这个事 都要进到减损义务啊 那不能说我 你没通知我 我就假装不知道 这个不可以 所以正确的是A选项 你不太担心了吗 我超过去的 尽量都不通知 你不太担心了吗 我还是找到这个事 你不太担心了吗 那我再来这事 就这么担心了吗 我不是大事